最近经常有花有反映自己的君子栏的叶片底部会有出现发黄的情况 但是像这种发黄的底叶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它剪掉或是掰下来呢 其实底叶到底要不要剪呢 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也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出现的原因来决定 那么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是老叶发黄 是老叶新陈代谢而慢慢的发黄枯萎 那么像这种老叶我们不要剪 为什么 因为你直接把它掰掉或者剪掉的话呢 它会导致整个植株的这个坐姬不稳 然后呢会导致上面的这些叶片会容易搭拉下来 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叶片的话 它整个株形呢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是老叶发黄的话是不需要剪掉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一个病害造成的 比如说根系腐烂或是土壤里面有病菌 这个底部的老叶了也会容易发黄 但是发黄的同时呢 它还会带有一点这个水质这些问题 那么这就是病菌感染造成的 像这种叶片的话就要及时掰掉 因为你不及时掰掉 它这个病菌呢 就会传染给其他的叶片 甚至是整个植株影响整个植株的生长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底部的叶片 我们才需要及时的给它修剪掉 所以君子兰底叶发黄呢 大概也就是这两个原因 处理方法也是截然不同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